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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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经常希望自己的作品 写完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 然后非常期待 让所有的听众听到的时候 很期待他们的回馈 但是往往你越期待 越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答案 这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孤单的 很希望自己的作品 也可以被所有人理解 如果这样子的孤独 我并不觉得它是可怕的 这样子的孤独 会让我继续想尽其他的方法 我会用尽办法 让大家来理解我的作品 我觉得孤独有的时候 会让人没有自信 所以可能会做一些 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也可以说是自己最爱的事情 找回自己的初衷 我看了这个孤独篇 我对一句话特别有人讲就是 上天从来没有自你的生命中离开 我对这句话非常有感觉 因为无论上天给你的东西是好是坏 它都在你的身边 而为什么给你好与坏 它都是让你再一次一次的成长 给你不好的 希望你越过它 可以有新的领悟 想得其实从出道认识你 然后了解你 知道你对于我们的产业 对于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贡献 跟奉献付出 然后也非常欣赏你 也知道你的经历 看了这本书之后 更多的认识你 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 你的所有的事情 看完了这本书之后 我会更珍惜我的生命 更珍惜我周遭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原事物 谢谢 加油 大家好 我是肖靖 推荐你们这本书 礼物 谢谢 加油 谢谢 加油 谢谢 加油